大家好,欢迎收听理想团特别节目,我是球姐 我邀请到身处南卖球的友人Lois,洪 在疫情期间隔空对话,每周十分钟在提升自我认知的道路上,我们与你同行 嗨洪,我是看到你的公众号一篇关于自我认知的文章,觉得写得特别好 就想听听你本身的这个多元化的生活背景,对你自我探索的一个影响,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童年基本上是跟着家人在欧洲跑,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童年 六岁的时候回到国内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现在想起来很感谢那个时期了,学校的环境真的很重要 我到现在都觉得那个时候遇见的身边的同学,老师,现在成为了我在世界各地的校友 他们是我自己人生很大的一个财富之一 直到上了高中,我觉得是我遇到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 那时候就来到了新西兰,刚来新西兰的时候学习特别轻松 所以我当时就有很多多出来的时间,开始打工,做了很多兼职 算是真正开始自己挣钱的第一年,做过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餐厅服务生啊,超市里面的货架员 也做过书籍的翻译,还做过平面模特 公司对上进的要求很高,导致我那时候差一点就患上了厌尸症 那个时候我瘦到只有七十斤 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镜子里面自己一点都不美 我就意识到不行,我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可能就要病了 可能我不做了 大学有一年我去了德国 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奖学金的项目,正好学校给我了 所以我就去德国交换了一年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新西兰 那那一年应该算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低谷的时期 原因我这里先不讲了,因为原因讲起来就又很长 所以那时候我就给自己gap了几个月 我当时去了尼泊尔,因为正好有一对朋友在尼泊尔建小学 所以我去那里帮他们建学校 当时是让自己振作起来吧,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当 所以后来我在尼泊尔待了大概有三个月吧 之后就回国,回国开始就正常的进入主流社会的轨道 开始找工作,然后边工作边创业 一开始是和几个伙伴给别的公司做网站 同时我们也尝试自己去研发自己的项目 取得了一些成就吧 那个时候算是我的前上司吧 他正好也准备从之前的公司跳出来 他算是我另一个伯乐吧 所以我们成为了合伙人的关系 我觉得我是因为开始的比较早 可能身边很多人还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开始各种折腾 所以可能我是在一个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到达了一个现在主流社会定义的一个成功的阶段 那时候我有不同渠道的收入 有公司,然后我会做演讲,做社区 被合伙人推荐去亚洲的福布斯 30岁以下基因的list 后来遇到了现在的女朋友 决定回来新西兰和她一起生活 当时其实对我来说一切又是从零开始的 因为之前虽然在这里留学过 但中间走了很久 但是因为我是比较注重family的人 而且当时因为有互联网嘛 所以我们做互联网创业的 其实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为了重新拿签证回来 我又申请了大学的课程 然后一边还要顾到国内公司的团队 同时还要在想在新西兰要做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擅长的就是创业跟平台搭建嘛 所以我当时就在找这边人的痛点 我自己是很喜欢骑自行车 我从小无论是在德国也好 中国也好 这两个国家都是自行车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 但是当时奥克兰这座城市 明显在自行车文化上是有空缺的 所以我就开始跟奥克兰Transport 就简称是AT嘛 奥克兰交通局 跟他们合作一起在推广奥克兰的骑行的文化 当时我开了一个工作室 一边跟AT一起规划我们整个城市的自行车道 举办各种骑行的活动 当时我们还一起创办了 现在叫奥克兰城市骑行协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整个奥克兰市区 后来是慢慢地搭建起了非常完善的自行车道的 这个就是我当时跟AT一起做的一个项目 哇 赞的赞的这个 所以后来在奥克兰发展的也都算顺利 国内公司的团队越做越好了 差不多在27岁的时候吧 我遇到了人生第三个转折 其实没有发生什么具体的事 外在看起来我的生活是非常顺的 我记得那一年还和女朋友一起进行了一趟环球旅行 但是也差不多是同一时期 我们俩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当时看也是非常苦难的时候 但现在看都是礼物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越来越深地向内探索 从表面上看 我从事的领域发生了变化 以前我是做互联网创业的 艺术创作一直支持我的爱好 但后来我从互联网创业那个领域慢慢退出来 开始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 例如音乐上的 写作上的 包括拍摄上的 我觉得这一切发生的其实非常自然 我遇到过一些人问我 会不会觉得遗憾 没有当初就直接从事艺术领域 这个完全没有遗憾 因为创作其实是需要你肚子里有祸的 我觉得这些年经历的一切 其实都是我后来创作的源泉 不仅如此 它还为我后面能够全身心的创作 提供了金钱财务上的保障 那如果从更深一点的层次从内在看的话 我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童年 是完全跟着自己的心走的 我相信大部分人童年都是这样 然后到了第二第三阶段也就是受教育 包括初步进入社会的阶段 我是跟着脑子走的 现在回看我会发现 那个时候的人生更多的是在做家法 外在的家法 例如事业上的 财富上的积累等等 二十几岁的时候 别人会介绍我是什么年轻企业家 某某公司合伙人等等 各种各样的标签一大堆 那个时候虽然觉得这些头衔很虚 但我并没有去掉它们 说明潜意识里面是有默许的 即使拥有了外在看起来的成功 那些身份标签头衔 但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完全活出我自己的 直到二十七岁那一年 我开始更深地探索自己 我后来才真正地与自己的内在链接上了 我会发现后来的人生 其实开始做减法了 也正是这个时候 我尝到了活出自己的那种滋味 终于体会到 这就是我要的不枉此生的感觉 这才是我内心的声音啊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但进入学校 进入社会以后 大部分的我们渐渐被主流社会掌控了节奏跟步伐 我们会去适应社会的古典 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一个与生寄来的本领 那就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个本领其实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是拥有的 我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慢慢把这个本领找回来了 然后我后来是一直跟着我的内心在走 就像小时候那样 跟着内心的声音一直走下去 这算是我的一个一路走来的一个过程吧 哇哦 那我也想听听你分享一下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是比较转折的节点 那个时候你遇到了什么事 又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内在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现在回想一下真的还蛮多的 就像我从小是一个比较淘气的孩子 学习啊什么的 那些都说得过去 但肯定不是都是尖子生 从小到大就特别叛逆 就家长不让你干什么 你就非要去干什么 在我十岁的时候 我妈出了一次车祸 特别严重 马上就要死了的那种 我爸因为他在忙着处理一些医院方面的事吧 把我自己扔在医院那儿 我自己就一个十岁的小女孩 大半夜的在医院里 然后到处都是血 然后还有好多死人的那种 我就觉得那时候整个人变了 从那时候起 我就对这种死亡话题 偏哲学的一些问题特别感兴趣 创伤应激的那种感觉 以前可能就是傻玩 特别皮的那种 后来就开始尝试着给自己修复 这段伤痛吧算是 我就会看很多书啊 然后开始逐渐就写作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说出去嘛 就会写日记 等于给自己疗伤的一个感觉 另一个转折点 我感觉就是来新西兰 大学最后一年过来做交换 那一年中感觉特别有意思 后来就想过 干脆在新西兰留着算了 因为那一年就感觉生活特别有意思 而且我之前也是 觉得会怪父母很多事情 我感觉父母好多地方没有做好 而且那时候我正好第一次离开父母 我就感觉太爽了 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来了新西兰以后 我就可以自己打工了 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我也是在这边做了好多工作 像麦当劳 卖汉堡啊 我有在咨询公司 做一些文职 还在二手商店卖过东西 在一些学校里面教过汉语 感觉特别有意思 觉得自己特别牛 什么都能做 哪一个行业都可以试试 我觉得这时候对我影响蛮大的 我就知道了 就世界存在好多可能性 我当时学的是英语文学专业 没什么用的一个课程 就感觉一开始就你学的东西 会把你限制住 我在一个英语国家 我学英语文学 但后来就通过打工 就感觉 我其实什么都可以做 就完全这些人都不看你的一些文凭 什么 其实就是你个人的一些魅力吧 算是 还有一些你的 在工作上学习的技巧 都能帮你拓宽对这个世界可能性的一个认知 你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干 当时就是玩那个社交媒体玩得比较好 被纽航在就新西兰航空在网上看到了 问我要不要来应聘这个职位 挺有意思的 后来就是一路也算是在主流社会的 这种期待下吧 一步一步往上爬 就从一开始一个小职员 后来爬到经理级别 后来又带团队啊什么的 我觉得我一路还是蛮按着父母期待 或者社会期待的一个路在走 但是我在平常副业里面 我就会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后来在这个新西兰社会 走到一个点以后 我就决定我不想再走这个主流道路了 我决定是追随 因为我从小比较喜欢写作嘛 我就想去就英国文学的一个发展地吧 毕竟是我从小就是看一些英美文学长大的 然后我就选择来到英国 就算一个大的转折点吧 尤其是你在成年的时候 新来一个环境 你会有很多的独处时间 你成年以后交朋友 其实还蛮难的 我就会在自己公众号啊 还有做播客进行一些自我反思 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到30岁 才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就是彻底地把一些主流社会赋予我的一些成功的价值观摆脱了 我就觉得来英国这一次 尤其是逛了很多文豪的出生地点 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商品 我就觉得人需要从你的基因啊 还有外在环境 成长环境中给了你一个你的天赋吧算是 你需要找到这个 然后这才是一路带着你能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写作很有创作就是我的一个动力 你想我是在大企业 做一些所谓的高高在上的成功人士的事情 那些就是很短暂的 带给我的快乐完全就没有 我就感觉我像个机器一样 每天在做固定的事情 这应该就是我的一路成长背景 你在讲你的背景的时候 发现你和父母的关系特别好 感觉他们特别支持你 其实也是有过一段不和谐阶段的 我跟我父母从小是很好 然后现在也很好 但是中间是有过一段非常低谷的时候的 而且是从山顶下跌到了低谷的 那我们下期可以来聊一下 与父母的一个关系的历程 还有从有隔阂到和解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